11点51分了朋友们 给大家看看这个啊 天哪 线椒19块9毛8 螺丝椒19块9毛8 小豆皮23 相当于24了 哇 饭台看一下 16块15块9毛8 看一下这些青菜的价格 这要上天了 这个菠菜你看 21块9毛8 空心菜11块9毛8 豆苗看一下 但是7块9毛8 这要上天了都要 这是今天香蕉的价格 6块8 5块8 大白菜是3块9毛8 已经卖光了 这个九星菜4块9毛8 我们要玩啊 再看看 哇 小娃娃9块8 9块8 一袋 有机胡萝卜 这个可以买一点 有机胡萝卜 5块5块9毛6 土豆都已经长到6块钱 差不多了 5块9毛8 这是今天的肉酱 这是今天的肉酱 牛获得滋酒 牛店的滋酒 都是买肉的 我就搞不懂了 为什么咱们国家每次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 物价总是飞涨呢 这就让我不惊喜又想到了我之前在尼泊尔的经历 之前就是2020年我在尼泊尔滞留嘛 也是因为疫情 尼泊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尼泊尔是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啊 它的人均GDP是很低的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 他们当时呢 2020年左右的时候 他们因为疫情呢 封国封了将近有三个月 那么我也是在尼泊尔一直就是困在那里嘛 也回不了国 那么当时他们封国呢 也是跟他们一样的 就是大家都不能出门 但是呢 如何解决这个大家生存问题呢 他们是这样 就是 就每户啊 只能有一个人 就每天有固定的时间 然后有固定的商场 固定的这个 呃 卖菜的 固定的店 他会开门供大家去买菜 呃 这三个月 的时间里面啊 尼泊尔的这个物价 基本上是 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而且他们 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啊 也没有发生这个 呃 哄抢啊 然后就是商家也 也没有说恶意的涨价 呃 蔬菜是基本上 没什么太大变化 唯一变化 那我感受很深的就是牛肉 牛肉呢 他们当时的就是 疫情之前呢 是大概是卖三百块钱左右 就是尼泊尔卢比一斤嘛 他是一公斤 一公斤 三百卢比一公斤 然后后来这个 就由于封国嘛 封国封了 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后来那他们牛肉 差不多卖到四百亿公斤 其实也是很少的 涨幅很少的 而且他们百姓呢 也不存在什么 轰墙啊 然后超市恶意抬价 就我有时候我 结合自己的经历 我就在想 为什么人家如此小 如此贫穷落后的国家 却不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而我们 为什么每一次遇到这种 公共突发事件呢 都会造成这个物价 轰涨 而且涨得呢 非常的离谱 像我刚拍的这个视频 大家也看到了 那些青菜啊 那些 那些蔬菜啊 都涨到什么 就涨到什么 什么地步了 在我看来都已经要上天了 嗯 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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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里明白吗 是吧 尼泊尔 多党制国家 啊之前尼泊尔乱了一些年 是有共产党的游击队 尼共 毛派 毛泽东派 一直在搞武装斗争啊 武装夺取政权 枪杆子里出政权 后来被政府军打垮了 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好像改成共和国了 之前呃有国王叫什么什么德拉 我现在忘了名字了啊 反正首都叫加德满都 是吧 这个有个著名的旅游圣地叫伯卡拉吧 然后有很多人喜欢登珠峰 从尼泊尔那边上 比从中国这边上 他们那边是南坡 中国是北坡 要容易一些 尼泊尔主要靠的是这个旅游 是吧靠旅游 是吧 共产党给捣乱 尼共 毛派 给打垮了 现在好像也没有国王了 现在就叫共和国了啊 是吧 那个国家还可以吧 我不认为那个国家差 是吧 像尼泊尔呀 布丹呀 当然西津被印度给吞了 变成了一个邦 是吧 把那个原来的国王给软禁了吧 啊 这个 尼泊尔人 有一部分人是从印度移民去的 比较像典型的印度人 大概60%左右 长的跟西藏人差不多 我们巴塞罗那这有 巴塞罗那这有 前 两三年前吧 两三年前我到警察局办手续 还遇到一个尼泊尔人啊 他带着他妈 他妈是西藏人 藏人实际上就是当年跟着达赖喇嘛 从中国逃出来的那拨人啊 或者是 就是逃到尼泊尔之后再出生的也有可能 啊都有可能啊 我们这有 我们这还有那个 藏人 我们这有藏人巴塞罗那他们开那个 那个金银饰品商店的那个藏人也有啊 不过他们只能用英文跟他们交流 他们不会说中文啊 当然可能会说藏文啊 藏语 嗯 好吧 反正你看这个尼泊尔都没有大涨 你看中国一遇到这种突发公共事件 突发公共事件包括这种瘟疫 包括战争 是吧 人祸财 天灾财 国难财 反正在中国什么财都有人想发 是吧 政府干嘛去了 政府干嘛去了 是吧 卖的菜 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图片 就那么一颗 就大概这么大 一颗 原白菜就卖81块4毛钱 疯了吧 这不抢钱吗 西安 老百姓没饭吃 然后呢给你弄来的菜又贵 还有刺 东西还少 对吧 这不都发生了吗 天津 都有类似的情况 有病不让看 最后有的人就死了 对吧 医院不接难啊 医院不接收 连护士都死了 上海的护士 周浦医院的那个叫周胜妮的 49岁的护士 死于哮喘 是吧 这还叫个国家吗 对吧 世界上对自己的人民这么虐待的 这么苛刻的 这么盘剥的 这么不给权力 该有的连基本的就医全都没有 是吧 而且这里边为什么菜价这么贵 包括那些小区封闭之后给你送菜 送吃的 为什么这么贵 这里边有没有贪污 有没有利益输送 对不对